往上停 举起手 吸气与呼气 随着动作调整呼吸频率 简单的养生运动 舒展身心 消除精神压力 马来西亚慈祭雪龙分会 邀请83位患上生病的照顾户 参与生友联谊会 陪同出席的还有生友的82位家属 我们洗身的人可以经常喝多多水吗 不可以 什么该吃 什么不该吃 食物的分量该摄取多少 这些都是生病患者关注的问题 为了让生友了解 肾脏病的饮食尝试及注意事项 此机之工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资深营养师 为大家提供正确的饮食概念 其实我在医院的时候 营养师有跟我讲过的 但是他讲得不太清楚 他是这样跟你讲的 这里有图片给我们看 我们了解多一点 在问答环节中 圣友和家属踊跃提问 解除疑惑 郑立师的母亲是圣友 未免饮食的不严格 而教重母亲的病情 她专心聆听并且做笔记 比网络的来的资料还要多 然后可以跟你讲什么可以吃 不可以吃东西也可以吃少许 然后让我更了解 怎样去照顾一个有生病的人 今年60岁的英译圣友巴鲁马 与其他圣友诉说他患病的心路历程 已经成为此季会员的他 分享在喜圣中心 慕会员的心得 也鼓励在场的圣友 行善 志工和圣友进行交流 互相打气与勉励 有的生友和家属 在志工的鼓励下 报名成为此季会员 照顾生友的身体健康之余 大爱善举也提升他们心灵的健康 大爱新闻 灯妙会 林英语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